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我真的很害怕 很害怕 害怕到不知为什么 慢慢就睡觉了 做到第二天早上 本来已经忘记了昨晚的事了 收拾了些行李准备出发去下一站 谁知道这个时候 我突然发现昨晚那张床 本来整齐地是拍着墙的 但是现在好像被人移开过 床头依然向墙的 是黏着墙墙 但是床尾好像被人移开了 距离的墙墙八寸那麽多 我怕到指着那张床大叫 阿叔 你看看 阿叔一望 立刻拉着我 快点收拾东西走 当我们经魂未定的时候 在旅行巴上 我还未定神 我就跟叔叔说了 你知不知道昨晚 我还没说完 叔叔就打电了我 知道 我一关灯就见到 有一个黑影站在床上 我吓到立刻转身 害怕他 看到我看到他这样 我吓到立刻转身 害怕他 看着他的质死 不是吧 嘩 这个多多仔 真是厉害 阿叔也是离谱的 应该一起睡一早说 开灯或者怎样 提议一下 不过有时候见到的东西都是会害怕的 所以不知怎样做 不知所措是会有的 我听过电话 因为立刻有人呼吁了之后 真的有人打来 那就要先听到电话 喂 喂 喂 阿潘师傅 你好 哪位 是 这个阿藤就可以了 阿藤吗 是 阿藤是吗 是的 是 你好 怎样 是 有点紧张 不紧张 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在电话上 讲鬼故事 是 怎样呢 其实故事都发生差不多十年了 嗯嗯嗯 其实就是在红磡那边 嗯嗯 是 那在红磡那边其实有个电视台 现在已经搬入大埔了 我相信 就是做开传媒的东西都知道我讲的是哪个电视台 在红磡 嗯,你的紅磡去哪裏? 其實以前是紅磡,但現在已經搬到大埔了 是,是 Anyway,這個就是透話 其實在這十年前,這個台未搬的時候,都會有夜班 是 我們通常夜班同時放宵夜時間 都是大概晚上12點半至1點左右的時間 即是晚上會同一個夜間新聞之後 通常同時都會出去逛宵夜的 是的,你知道在紅磡那邊 如果你說要這麼晚去吃東西的話 就是要走出去網報那邊 如果你說再遠一點的話 可能就去吐瓜灣那邊 是,是,那怎樣呢? 那好吧,我們有個同事 他那天可能自己悶悶地 嗯 那麼他就自己 就走了出去吃宵夜 因為他可能晚了出去 是 那好吧,那他自己呢 就不知為什麼呢 他就走了去另外那邊 就不是去吐瓜灣那邊 去了接近就是 大酒店那邊 嗯 是的,那好吧,那他想在那邊 走到這麼遠,由黃埔走到大酒店都很遠的 嗯 其實要走開就不太遠 哈哈 是啊,那好吧,那他想去那邊附近 就是吃一下雲吞麵 嗯 其實那個位置都很近 都很近曼閣那邊 嗯 是的,那好吧,那他正想過馬路那時候 嗯 就突然間他在後面 就有個趁一年多的路人家打肘去搏頭 是 就問,是年輕人 我這裡有十元紙 有什麼幫我搶一些稅銀啊 這樣 有事發生? 那好吧 什麼意思啊 嗯 嗯 年輕人,我有張十元紙 我可不可以和你搶散去 明白,有張十元紙和他搶散去 是的,沒錯 那好吧 那那個我同事 那不以為意 那他都有些大餅 嗯 那正想和我搶散去那時候 那正路呢 那當然是一手交大銀 一個是一手交紙幣 對不對 是的,一定 那他正想放那些硬幣 在那個老人家手那裡 那大餅就穿過他的手掌 噢,等等 他的左手就拿著那張紙幣 是啊 我再重複就是 他把那些硬幣放在老人家那隻左手那裡 是的 那大餅應該就在手掌那裡空著 是啊 那些大餅就沿著的掌心 掉了在地上 是的 而他拿著那張十元紙 他已經打了一個凸 是 然後那個老人家就慢慢的腳慢慢模糊 然後整個人就消失了 哦,即是腳慢慢消失才模糊 是 然後他再看他手上 他都已經在害怕了 再看他左手上面拿著那張十元紙 是 原來是一張契辭來的 蛤 嚇到他那一晚馬上請假 是 是 他都病了整個禮拜 嗯嗯嗯 嘩,很厲害的 是啊 嗯 那邊其實我們很少去那邊吃宵夜 是啊 明知那邊有靜有靜的話 我們都很平靜 到幾點都沒有什麼吃的 十二點幾,一點 有些是打爛的 不過原來走到那邊吃東西 就是一個人的 是啊 是啊 哇,很厲害的 真的 都傳了一段,都很久了 是 嘩,如果真的有這些東西都很嚇死 即是現場 就這樣放下去,然後就穿過 哦 他是看著那些大餅穿過那隻左手 嗯哼 即是你那隻右手給大餅給那個老人家 那隻左手就摺著一張十元紙 嗯哼 那張十元紙沒有東西,開頭看到 那怎樣?有沒有拿那張溪錢 有沒有拿那張溪錢回來公司那裡說 他直接丟掉了 馬上還敢拿回來 是啊,這樣也是 真的很害怕馬上甩手 馬上丟掉了 一定會自然反應 不敢回來 嗯哼 是啊,硬是不敢回來 說我要回家 我連東西都沒有回來拿 嗯哼 病了整個死 嘩,那真厲害 是啊 那真是多謝阿騰這個故事 好吧,那明天才有機會 你又交一下貨了 看看聽到甚麼 幫幫忙吧 好,多謝先 好,拜拜 嗯 那阿騰這個故事之後呢 那我們就 都要請回一個嘉賓出來 嘉賓是無形人來的 你看不到吧 那現在唯有去片 找回Ada出來 Ada,在哪裡啊? 那現在呢 又回來呢 又到Ada分享的時候了 那我們再問回Ada Ada 那你 我剛才那件事都很激 那你住到那些屋 其實你是否經常都住到這些屋 我聽朋友說 可能我運氣最低點 所以呢 我穩定都是那些屋 不是這麼巧啊? 就是還有啊? 還有加上 可能我自己又想著 省錢 不用地產 免費用金 是 我自己入村找的 都是不要擔小便宜 哈哈哈哈 買了東西 哦,這樣啊 那是不是 就是說不止一單 還有第二單嗎? 也是關於你住的 是啊 又是住了一段時間的時候 是怎樣的呢? 那我住了在那間屋裡 那其實我初初進去的時候呢 那我已經 那業主很有趣的 我問他 他跟著問我幾個人住 我說一個人 我問一個人 住完整棟 那我說 你沒辦法 你又沒得湯 因為樓梯是在那間屋裡 那一路旋轉上去 那我 這麼漂亮? 旋轉樓梯 旋轉上去 不過樓梯就窄了 那你搬傢俱上去 都是村屋 都是村屋 都是圍村 是 那就 那業主還好搞笑啊 我初初都沒為意 可能我自己租屋的經驗不多 那 平時就 都是那些朋友幫我找 不過這次是自己 是 我自己找 我不用你們 那自己找 那業主還跟我說 那你交得起多少錢租啊 那我就說 那不如你開個價 我還價吧 他又不肯說 是都要我說 是 還問我在哪裏做事 那我告訴他 那你人工 算吧 那收你1500元 好嗎? 這麼便宜 然後我問1500元 差不多 五年前的事 那 1500元幾多 幾大 那 然後他三層 連上一個聖天桌 不是 我沒有聽過 1500元三層 是啊 嘩 現在還有什麼做 我不知道 你去找找找 可能你說你是潘師傅 可能提給你 都不收錢 是 怎樣呢 然後 他還搞笑 你不覺得懷疑的嗎 1500元 成三層 那我覺得 如果你打工的 那 給少少錢做租金的 我覺得自己又有洗費的 OK啦 下下 那你沒理由租間公 給所有成份人工去 那你自己的洗費呢 搭車呢 那好吧 然後他主角說 你先交了1500元 那 那 現在很大風 那 現在很大風 不知道收音怎樣 回去看看 才知道 如果聽不到 都 我盡量調 然後再搖回來 那些大聲一點 有些頂帽子 自己飛出來 多頂帽子 整整的 是不是有朋友幫你搬帽 不知道是不是 那怎樣 然後他就說 你先給他1500元 那我說 那上期下期 我說不用 我說不用 那我 你一個女生 來住 看你 如果是 有多餘錢 都不用進來村民 那我說 那我當然沒有出聲 譬如他罪 一個女生 為什麼你一個女生 拿三層 你都會要呢 其實我不是想拿三層 我都問他有沒有些小一點的單位 因為他其實他每一層 都只有六七十尺 那他很小的 是 因為你的樓梯在正 個家屋的中間 那你根本你所佔的地方 都不是很小 那很小 是 只不過你樓層高 聽下去 三層還有一個小型天台 很大很寬闊 挺有趣 有洞天 有自己的空間 又不會 都被人看著 那OK啦 你說這樣 他還說你先交住1500元 萬一如果你再過一兩個月 不夠花費 我再減租 我想問你是多少年前 多少年前 多少年前 我零六年搬進去的 OKOK 是的 我零六年搬進去的 那跟著 都住了一段時間 那我就 就是我早上就出去上班 晚上呢 跟同事和朋友吃飯 我才回到的 差不多十點來 三點鐘 那吃到飽飽 那根本你 那根本你 哪有時間去留意家裡 有沒有什麼動靜 那一覺睡天亮 又上班 那直到有一天 的星期六 是的 那我那天休暇 就回到家 就發現那些長身有些鞋印 有些鞋印 長身有鞋印 多不多 長身有幾隻鞋印 那我心想 我沒理由自己 踢腳上去踩鞋印的 我打蟑螂也沒來打得那麼多 我拿殺蟲水的 然後不要理他了 可能那些髒跡 踏了上去 剛剛堆積成一個鞋印 就沒有影響了 即是 覺得自己 不小心捱到 還是捱到 可能因為自己上班 覺得自己沒什麼 怎樣擦 所以那些層就非常鞋 唯有這樣想 對 哪有想著 每間屋都有 還是有鬼 我沒有想過 當然不想 直至到 然後 我認識到 我這家的先生 一段時間結婚 到有寶寶了 是 有寶寶 那我就已經 都住在這裏 都住在這裏 那條村的人都見到我 都說 你五個多月了 蛤?你有寶寶? 我的眼睛 我的肚子很小 我說不是 沒有 不過很奇怪 有了寶寶之後 從早上睡到晚 有一段時間 我不用上班 是 直到寶寶出了小 然後 寶寶入屋的時候 不停哭 沒有入屋之前 很搞笑 我途經我 包租公的門口的時候 是 他截著我 你阿B出生了 你有了寶寶嗎? 然後說 這個寶寶你的嗎? 我說是我的 然後他又說 奇怪 那可能我自己 常常躲在家裡睡覺 你沒什麼 你懷疑我 他突然截著我 不要入屋 他就送了一個佛仔給我 一定要抱在阿B的身上 才可以回家 為什麼呢? 我立即 摺都沒有摺 我只說不用了 我說不要客氣 他說不行的 要的 當是小朋友 一點心意 平安 每個人都說 寶寶要帶點東西 平安 老人家說的說話 對的 那我聽到 那好吧 謝謝你 一個佛仔 我說我封回禮事 不用 禮禮事事不用了 可以了 總之大家一家三口 安安心心地住 可以了 那我跟著 幾好啊 業主都 是我覺得業主都對我幾好 起碼我當初 他又知道我做哪個佛行 又說如果我搞不定 就幫我佈足 我覺得這個佛足夠好 那我就繼續住下去 嗯 直到你知道 你生了寶寶 你有時候的寶寶 你生了寶寶 你手洗 就是要去晚上吃完 最後那頓飯就洗 嗯 那我總是經常發覺 我背後經常有拍攝過 啊 那我初初以為 我自己眼睡 太累了 哎呀看錯東西 啊啊 那跟著 最奇怪就是 一到六點多鐘 我才回到家的時候 他 他說 叫我 很大聲 叫我的名字 然後我說 是不是你叫我啊 那我在樓下叫上去 沒有反應啊 然後我就跑上樓上問 你是不是你叫我啊 沒有啊 很多次的了 嗯哼 那我以為死了 這些是不是親口抑鬱呢 就是想想多了 那所以就是這樣 那直至到 那直至到 即是說幻覺 那你覺得是 我始以為是幻覺 以為自己就是 那些生魚BB啊 那些害爾蒙轉變啊 那不以為意 啊 為何每次一睡清覺呢 總是經常發夢的 經常發夢 有個人經常拉著我去草地跑 一路跑 越跑越遠 是 那然後 有一次 我無緣無故的臨睡之前 然後看到我的床尾 剛剛的牆角上面 出現了一個人形出來 是 那我心想 我先生沒有那麼高的 為何站在床尾 我床尾沒有東西的 又沒有櫃 因為我放在床尾 我床尾還有 呃 兩尺 那他怎樣站在那裏 接著我就坐在床尾身 摸一下 又不見了 接著他就消失了 高度怎樣 很高 很高啊 頭頂都上去屋頂上 那沒可能是你先生 也沒可能是人 那你也知道 那樓底也很高 晚上睡覺 關了燈的嘛 那我自己有時候 都掛了個家 不用著燈 我都摸到在哪裏的 那我就以為我先生 站在床尾身 那我以為他因為 都知道我睡覺 上去廁所 就在床尾上移動 但我發覺我坐在床尾身 摸上去 是沒有的啊 然後消失了 那一陣子經常發夢 發夢他經常都在草地 拉著我走 接著有一次 那村的人 終於開口跟我說 他說 其實你BB出生後 有沒有扭過辦法 我沒聽過你BB仔哭 我有啊 一入夜就在那裡哭 但我又不是說 沒有給他吃 吃飽了 我沒有探望睡覺 總之我離開房間就哭 最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說 手抱BB 那你 有時候你也知道我住三層 那我就要下去煮飯 那我當然是放下BB 拿東西圍住他 放在BB 因為以前我沒有買BB仔床的 一地方小 放不到 那我就下去煮飯 轉到頭 聽到聲音 我就哭了 然後原來就在埋別的床 掉下來 但是我心想 你過多月哪裡會爬 過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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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放到他床 那你放到他床 那邊 拿枕頭皮圍住了 你是跌一跌枕頭皮 但是枕頭皮圍住他 圈圈都還在那裡 但他BB就趴了出來門口 沒可能 我將床距離我 門口成四五尺 那我就開始已經覺得有奇怪的了 那我就開始 翌日 一大人一出 所以我哭了 在那個位置 哭啊 因為撞到頭雨了 沒有人飛到那麼遠 四五尺 整個頭趴在地上 哪有啊 他爬都不會爬 轉身都不會轉 怎麼會這樣啊 又沒有人 只有我一個在家煮飯 那我就覺得奇怪 翌日 早上就抱他出去 順便問一下 就是住得最久的原居民 那你知道我住了幾年 我都應該知道哪些是原居民 這樣問咯 然後就說 你是不是覺得有問題啊 然後我說 你老老實實告訴我 你不要隱瞞我 我住了這麼久 你都想我們一家三個平安 你不要搞到出事 叫他們說 然後就告訴我 你進來住之前那一兩年 有個高高大大的男生 在裡面燒炭咯 你沒有發覺 你其中有一層樓 就是一層的單位那裡 對面有個儲物房 是沒有了洞門的嗎 是 那些人不同的嗎 是 然後我說 好像是呀 是沒有洞門啊 我有問包主公 包主公說 你一個人住 什麼門呢 不用了 那位置 那位置是雜物房的意思 就是我拿來擺衣 是 擺我和阿B 我先生的衣服 那這裡是什麼 他說 是雜物房 不是 現在這個村民說 是什麼意思 他不是告訴我 那個人燒炭 在那個房間走 所以 因為他反鎖了洞門 所以整個洞門拆走了 那業主又免得安回洞門 所以求其游回人 哦 就是這樣 即是有命案在那裡 是啊 然後 村民說完之後 他說 呃 呃 上了報紙的了 你可以查 但想不到我在家裡 那部電腦 是找不到任何鬼的資料 包括新聞都看不到的 是 接著我就抱著兒子 上了去圖書館 那他有電腦租借給我用 那我就查 就查到了 查到 在圖書館電腦 查到 有段這樣的新聞 真的有這樣的新聞 是 是你來的之前上手 是 是 是 然後告訴我 你是住得最久的那個 之前那些 入到來住 不是吵架 就很快就搬走 退租 嗯 這樣 是啊 是啊 接著他就說我傻瓜 沒有經驗 見到便宜屋就租 哈哈 哈哈 說我貪小便宜 你貪小便宜 謝謝 是啊 接著呢 那除了貪小便宜之外 在這間屋 還有沒有事情發生啊 還有沒有事情發生啊 嗯 最主要就是 寶寶拋來這裡 我差點命都沒有了 是啊 因為我生完 我生完兒子之後 我上回病房的時候 是 因為我餓了兩餐 不能吃一餐 途中 是 因為 然後送他上病房的時候 我 我竟然無端的突然暈倒了 我最搞笑的是 一種感覺 我好像抽離了自己 是自己升起了 然後我倒下頭 看自己 還是趴在床上 即是醫院 感覺到自己要死了 即是醫院 即是醫院 真的醫院了 生完上了病房 是啊 然後呢 然後我醒了的時候 我的左手邊 我的手很痛 因為我暈倒了期間的時候 我又發夢回去 是拉著我 在草地那裡 四處跑 叫我跟著去 去一些很開心的地方 啊 即是你見到一個人 還是什麼 見到一個人 但是看不到樣子 他一路拉著我 男人 看到他的衣著 戴著一頂牛仔褲 T-Shirt 然後拉著我 就這樣走 哇 不是我來吧 好像潘小虎你那樣 哈哈哈哈 不是啊 陪著你走 是啊 有緣 有緣相聚嘛 不過很慶幸 我沒有跟著他走 因為我告訴他 我寶寶剛剛出生 我寶寶等著我回 你不要啦 不要回去啦 他們不會帶給你開心 你跟著我去一個地方 我帶給你很開心 然後我在途中 不斷擺脫 他捉得我好實 是 沿途有什麼 然後我聽到 沿途說一片很漂亮的草地 真的很漂亮 你香港任何地方都看不到 是啊 有很多花 然後我聽到我兒子哭聲 然後我不行了 一定要掙扎 撕掉了他的手 我跑回頭 他捏到你很痛 真的有感覺的 捏到哪裡呢 即是手臂 他捉住我的手腕 拉著我 我眼睛不脫 不過我聽到我兒子的聲音之後 我就掙扎到脫掉了 我突然跑回出來 我醒了 然後我還說 我先生 你看著我暈倒 為什麼你不叫醒我 沒有啊 我以為你生完仔之後 太累了 我就不怕醒你了 即是剛剛生完 剛剛生完 跟寶寶洗完 我就送回到病房 休息 然後轉頭暈了 然後 砍在桌上 砍了嗎 是啊 是啊 我的額頭也很痛 也不知道為什麼 當時身體的感覺 不知道你有沒有 記不記得 那有沒有抽離 或者是離心 記得 因為我醒了的時候 我發覺我左手 我左手很痛 有沒有一些離心力 那些東西 我發覺我打起衣服 一定有爪痕 不是 即是我問你 就是抽離的時候 有沒有說 覺得自己的身體 有些離心力 或者是飄 覺得飄起了 真的飄起了 突然間無端端飄起了 那種感覺到自己不用呼吸 那種感覺很可愛 是嗎 這個即是你 我這麼大女兒第一次 真的感受到 嘩 但我又不會因為那次 我就害怕了 我不害怕 現在也不要質疑你害怕 哈哈 因為不用讓人跳 因為有你錯 我身邊我不害怕 還有一堆柱子在旁邊 是啊 你為什麼是在做柱子 不同處女的這個 處女作 是啊 那 除了這 這件事 即是說在這個 生嬰兒 那時候還是住在這間屋 是啊 那 除了這些 這樣的事 之外 嬰兒拋了四五尺 這麼遠的門口 是啊 那之後呢 還有沒有事情 那村民說完之後 你繼續要住 你怎樣住 那心情怎樣 沒有 說完 即是知道這件事之後 那村民說了 而我又證實了 有一段這樣的新聞之後 是 然後我就找屋 是 然後那個原居民 即是我問他那個 他就知道我 看到一段新聞 他問我 你信不信我 我說我信 我說我看完 看完了 就不信 上網看了 因為他之後再撞回我 再跟我聊 他說你這樣怎樣 你還堅持住在這裏 我說我不想住 就是我不是 因為怕了他 而問題是我怕他 會搞到我的兒子 因為我兒子小 不懂得說 對吧 那我當然是為了他的安全 那我當然要找你 當然 然後他很快就告訴我 不如這樣 你介不介意住 在我家裏 我給你住 你住住 直到你找到屋 你才再走 不錯啊 村民真是好 是啊 有回去探望他嗎 有 一間中在附近 都有撞到他 我帶兒子上學 那就是離開了這裏 離開了 哦 這件事真是 真的 一住這間這間屋 除了這些 知道這間屋呢 透不透露得近住哪個位 即是說什麼區 都是粉嶺 都是粉嶺 他附近有個很大型的公園 是的 哦 這樣 除了這些都 搬了去他那裏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樓 嗯 搬了去都不是說 適時有安寧的 因為 不知為什麼 因為你都說 我說住了在他的房間裡 是 但是想不到一入夜的時候 即是當我正常睡覺的時候 正常睡醒的 有人閉門咯 我就傻間間 我就以為他 即是我 我給我住屋那個 那個業主 以為他過來找我 是 因為他自己都有幾個子女 他幾個子女都跟我 都聊得到的 是 會有小孩子惡作劇嗎 我都以為是他們過來找我的 那我就開門 沒有啊 是啊 沒有人的 沒有人的 然後我一關門的時候 跟著 他轉眼頭又亨過咯 是 我還聽到有人叫我名字咯 叫我名字咯 叫我名字咯 叫了幾次 但是我問誰 那名字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全名還是真得意 叫我英文名 哦 對 叫我英文名 然後我問他你誰 跟著就沒有人 有什麼東西給我 這把聲音你不認識的 這把聲音 你覺得是男人 小孩 是男人聲來的 是男人聲來的 嗯 那除了這裏 但我不敢證實 是不是 因為我住得他 比他很近 我住在對面 其實是 我看見他的屋 其實是 好像是貼過來 有可能貼過來 對 好像飛了過來 對 不斷冤 對 那後來怎樣處理呢 這件事之後 沒有啊 跟著直到我搬走了 就不了了之 直接搬了這間屋嗎 是 我離開了這個 給我住這個人 因為我有朋友 幫我找到屋 我又搬走了 不過也是在粉嶺住 遠離了那條村好遠了 是 那有沒有說 除了聽到這些聲音之後 還有沒有什麼聲音 或者什麼事情發生過 呃 暫時都沒有了 有沒有都是這樣的 嗯嗯嗯嗯嗯 那 哇這件事都夠 夠激的 我覺得真的 因為真的讓我看到他的外形 一浪接一浪 整個洞起先 是吧 對 好像挑戰我那樣 是不是 即是說 一路又見到很高大的人 是吧 你的經歷都幾深的 都一路 記得啊 是吧 跟著一路都 再有 是 到生嬰兒那裏 就離魂了 哇 離魂這些不是說笑的 離魂那些真的不是說笑的 我都不知道 算算他離魂了 因為我現在還要生存到 已經很要幸的 如果真的跟他走 或者不抗拒 一路被他抓住 真的不知道 不過我想像 真的 我也不敢肯定 不過我們就知道 他抓我的夢境 真的很漂亮 真的 但你笑得出那裏很厲害 也是 因為我不怕 如果我是 想心一層 當時 剛剛生了嬰兒 然後就 不知道為什麼 有可能會遠離了 遠離了嬰兒的 蛤 蛤 蛤 這樣 這樣 我們後面 已經有人說話 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是街景 那先說到這裏 稍後回來 我們再聽 A大家分享一下 哇 這樣就 看到了 街景 那個質素 都是 沒有辦法的 因為 不可以清場 是吧 我又 我又沒有這個特權 又沒有這麼霸道 是吧 那 也挺冷的 因為昨晚也翻風 也挺厲害 那些風 那些風 會噴噴噴聲 你看到Ada的頭髮 不停飄 看不到我的頭髮 當然 不停飄 偶爾會有些風 噴噴噴噴聲 很厲害 根本真的挺冷 是的 稍後 看看 還有一部分 他還有說話 他很精彩 因為 我覺得 有機會 有機會 如果他能夠 可以的話 帶我們 我也會有興趣 去他 剛才上述說的 那些屋 那些地方 再靈探一下 有機會入到的話 一定會好 在車洞裡說 為何Ada 會背著我坐的呢 不想出鏡 都說了 不想出鏡 主要就是 好了 我們重新 都是這樣說 今集 就是 猛鬼頻道 第五集 今集 不會全部免費重溫 會免費一部分 出來給大家看 都是免費的 那個重溫 就是一部分 其他都是要付費的 月費是38元 個月 怎樣付的呢 付費 剛才所說過 我剛才在上一節也有說 就是 進去我們 mihk.tv 網址 找怎樣付費的方法 可以有 有PayPal 支付寶 Visa 那些信用卡 或者是 就算去銀行入數 都可以 因為 在網址裡面 都有銀行戶口 入數完之後 可以拿回全根 我們就會確認 另外 就是怎樣入的呢 入的方法是 或者是怎樣可以重溫的呢 好像現在這樣 如何進入的 首先 在現場 如何進入討論區呢 就是 用Facebook 帳戶 或者是 Email帳戶 進去的 進去 首先 你要先打你Facebook 或者是Email 首先 然後就是 登入你 現在設定的密碼 進來就可以 跟我們 一路的朋友 聊天 另外就是 到你買了月費 重溫 都是這樣 都是用回 注明你是 登記在Facebook 或者是Email 這樣登記 用回那個密碼 就可以看得到 任何 猛鬼頻道的重溫 其實很簡單 若不明白 我會 有空在節目上 都會說的 日後 再有圖文並茂 都會再說的 這樣 那 那 說得如何 都很新鮮 因為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Ann 又不在 我們就要 嘉賓又不出鏡 我唯有要我們繼續拍 有機會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現在找Ada 就可以再說 那 做多部分 因為一會兒回來 就做多部分給你們 好嗎 我們會再說 好 我們會再說 一會兒 一會兒 我們會再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